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母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生气骂人的后果很严重 千万要记住 文章来自云谷禅师 让我们一起来听 人世间有一种情绪,叫做生气 任何人都无法摆脱 人一旦带上自己的情绪 就很容易失控 言行举止都会造下恶业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生气的后果 一 人越生气,福气越少 世间之极莫过于猛风 怨念之旨,复苏于彼 一切如来,金刚天等 五通仙不能救护 佛家认为 生气就是在火烧功德临 是最损福报的行为 从前,有位学佛的人 苦心修行很多年 但是生活却依然穷困 甚至妻离子散 他不明白自己潜心修行 为何还会如此 于是就跑去问大师 大师对他说 那是因为你常常发脾气 即使佛菩萨有再大的神通 也敌不过你造下的罪业呀 这世上有一种永远亏本的生意 那就是发脾气 当你生气的时候 福气就远离了你 坏脾气就是心魔 你控制不住它 它便将你吞噬 脾气越好 福报越多 脾气越差 坎坷越多 那些看似心大 有福的人 不过就是能够忍 二 人越生气 财运越差 《华言经》中有一句经典语录 一念称心起 百万掌门开 这句话是说 只要片刻间生起愤怒和怨恨 那么千千万万的罪恶 就会滋生出来 一称一地狱 人一旦生气 不但赶走了财气 也造下了恶业 雍正年间 在京城黄金地段 开了一家客栈 客栈开场后 每天生意火爆 门庭弱势 而应接不暇的老板服务态度 却越来越差 常和别人生气 甚至吵架 一天 前来吃饭的一位客人 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瓷碗 客栈老板 不但不接受客人的道歉 还不依不饶地 要求客人赔偿 自此后 客栈便常被官府找麻烦 因此 生意越来越差 最后 客栈老板 只好卖了店面 兴兴而去 原来 那位打碎此晚的客人 是朝中某位大臣 客栈老板 不依不饶的态度 惹怒了他 因此 只是官府暗地里 破坏了客栈的生意 所谓 和气生财 如果常常生气 不仅会赶走自己的 浮运财气 也会招来 祸病缠身 所以不论是做人 还是做事 都要学会控制脾气 放下自己心中的怒气 才能留住财忌 要知道 你的脾气里 藏着你的财忌 三 骂人 罪消福禄 俗话说 一眼折尽 平生福 或从口出 骂人 罪消福禄 如果不及时停止 福禄 会越来越少 据说 藏地 有位大师 曾在禅修期间 眼前 总会出现 一只白色的狗 后来 他通过产观 意识到 这是自己过去 夜报的呈现 上一世 他当僧人的时候 曾骂过别人是狗 结果导致 他五百世 都沦为做狗 最后一世的时候 他看到一群人 在吃饭 饥饿的他 便趁人不注意 跑过去偷吃 后来 被人们发现 活埋了他 恰巧 阿难尊者 看到这一切 慈悲地 将他超度了 有句话说得好 一个愤怒的人 只会破口大骂 却看不见 任何东西 当我们在气头上 说的话 往往是 口不择言 不在意眼前的后果 更别说 因果报应 万物皆有佛心 万事都有因果 千万不要 吐一时的痛快 心生怨气 因怒结恶 毁掉自己的功德 人生苦短 事实艰难 生活中 谁都难免 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而生气骂人 便成了人们 最常见的一种情绪 却不知 生气骂人 带来的果报 非常严重 不仅离福气 越来越远 甚至还会给自己 带来祸患 《皇帝内经》中记载 百病生于气也 爱生气的人 很难健康 更难保持长寿 生活中的大部分不愉快 其实都是和自己过不去 我们决定不了别人 但为了自己 为了健康 至少要做到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命是自己的 运是自己的 生活与修行 也是自己的 活着 千万别生气 别让脾气 阻挡了福气 亲爱的朋友们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情绪的表达 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 在遇到一些突发事件 我们难免会生气 甚至也有可能 存在骂人的现象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 其实生气和骂人 都不是一种 有效的情绪表达方式 相反 它可能会为我们带来 比较严重的后果 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和我们正常的生活 我们一定要记住 其实 生气骂人的后果 是很严重 首先 生气骂人 有可能会破坏 我们的人际关系 无论是 与同事 家人 朋友 还是同事之间 如果我们在 情绪激动时 出口伤人 很有可能会伤害到 彼此之间的感情 有时候 信任一旦被破坏 修复起来 是非常困难的 同时 我们也可能因此 失去 我们与对方之间的关系 其次 生气骂人 可能对我们的健康 产生负面影响 大家都知道 一旦我们生气 我们就必定会处于 愈肿 愈怒和激动的状态 这会导致我们的身体 出现压力反应 影响我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工作场合 或者学习生活中 因为情绪失控 而骂人 很有可能 会对我们的职业发展 或学习成绩 产生不良的影响 这也会让周围人 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印象 影响我们的人际交往 我们一定要时刻记住 保持情绪稳定 切记 生气骂人 在激动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地 让自己保持冷静 寻找更加合适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其实呀 我们与谁生气 都是在害自己 道德经中曾言 敬为造君 重为清根 清则失根 造则失君 镇定可以压制暴躁 稳重则是轻率的根本 泰国貌事会失起本心 而过分暴躁 则会失去控制 当自己处于生气的状态 并且向别人释放 愤怒时 其实 已经对彼此 都造成了伤害 没有人愿意 无端受气 即使是 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 被怒气所伤 也会感到痛心疾首 而自己看似 释放了怒气 实则是怒火攻心 耗损了自己的身体 与精神 在《吕氏春秋》一书中 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 齐国有一个叫 宾悲剧 他在某天睡觉时 曾经梦到一个壮士 向自己吐口水 宾悲剧立即从梦中惊醒 回想到梦中的场景 他气愤不已 一夜都难以入眠 第二天早上 他找来自己的朋友 愤怒地对他们说 我年轻时勇敢好生 如今六十岁了 竟然遭到这样的羞辱 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出这个人 好好收拾他一顿 每天清晨 宾悲剧便和他的朋友 一同站在大陆上寻找 可过了三天 依旧杳无音讯 宾悲剧心中 始终咽不下这口气 没多久 就在《愤恨难忍》中自杀了 一怒之人 就像一团炙热的烈焰 遇到不顺心的事便开始燃烧 不断灼伤了别人 也烧着了自己 气上伤肝 健康越来越远 生怨起怒 因怒结恶 也毁掉了自己的功德 有人说过一句话 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人生在世 对自己最好的照顾就是 不生气 生活中的不愉快 我们无法逃避 但却可以为了自己 选择控制情绪 亲爱的朋友们 往后余生 让我们一起 用一颗平和自在的心 去看世界 相信 这个世界 一定会赠予你 更多的美好和希望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